大家好,我是AV啦 久不見 現在是時間中午,大概1點半 我還沒吃早餐 所以就來這間餐廳吃brunch 今天這間餐廳很特別的 就是我自己有一個任務想完成的 前提是我怎樣知道這間餐廳 因為我最近入選了 Top Daily和FUNNOW第一屆的校園大師 就會有一些任務等著我們去挑戰 去完成 我就是要去完成 就是用這個app來找到這間餐廳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住宿、玩樂、餐廳、cafe、按摩 做紙甲,什麼都有 我待會吃完我的brunch之後 任務就是要畫畫 那要畫什麼呢 大家應該就會知道了 我不客氣了 驚喜 可以見大家來,好好吃 我自己沒有 我自己沒有預期到這間的模式 不得了 不得了 我不客氣了 好了 我這次選了這個畫版大小 就是550元台幣 包一杯夜飲的 其實我是一個完全不懂得畫畫的人 我想我上次 拿起畫筆畫畫 大概是我中學的時候 我從小到大都有一個很喜歡很喜歡 很喜歡的爛明星 想試試挑戰畫他 這麼久沒有畫畫 我第一個想起畫畫 我平時睡覺的床頭 已經有一幅畫畫 至少畫出來是很像他的樣子 而不是 那我就趁這個時候跟大家聊一下 那首先就來聊一下我最近做了些什麼 那這一年呢 是我第一年沒有在香港過年的 那我在台灣住都是 拍一下東西,剪接 安排一下未來要拍些什麼 等等 說到一些片 就跟大家說一聲sorry 因為我知道呢 我出片的進度是比較慢 我自己也覺得的 請大家見諒 因為我也是自己一個人拍攝 後製加字幕等等 因為我很希望我拍出來的感覺 是我自己想要的 加上其他要忙 那就可能沒辦法 馬上把我平時存好的片 剪接完之後 upload 很感謝大家這麼耐心等候 唉唷 當然我也會想嘗試其他新的拍攝方式 拍攝工具 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建議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也會看的 還有我也會回覆的 至於拍片的速度 我會繼續努力的 我也一直在增進自己的工具 令到我剪片速度可以快一點 希望大家期待我之後的作品 不會令大家失望的 再加一把髮色的 再加一把髮色的 再放髮色的 再托出來之後 再加一把髮色的 再加一把髮色的 就加一把髮色 很髒 很髒 眼睛的髮色 我突然之間 我有幾位朋友 在外國讀 他們看到一定是有血 我知道你在身上 那究竟我獲得了誰呢? 我當初就是照Julian James而獲得了誰呢? 誰呢? 整容失敗的Leonard and Capitol I'm so sorry 但我已經進入獻索了 他們買完之後還會幫你扶紙袋裝著這幅畫就可以了 謝謝媽媽 好 ick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